睡眠决定寿命 医生研究发现睡得少 起得早的人或许更长寿 睡眠是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好的睡眠质量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有活力 如果长期睡眠质量不好 那很容易影响精神状态和身体健康 大家经常会说 睡眠会决定我们的寿命 而且医生专家团队也曾就这个问题有做过实验 研究发现睡得少 起得早的人群或许会更加长寿 想必很多人听了这样的结果都会大吃一惊 睡眠不应该是越多越好吗 这种研究结果真的可靠吗 一、睡眠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 每天24个小时 有工作生活也离不开高质量的睡眠 从人类出生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球的生活轨迹 已经被规划好 我们每天除了工作、吃饭、生活和其他琐碎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睡觉了 每天8到1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可以见的睡眠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睡眠对于身体健康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 让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每天有大量的工作和家庭琐碎需要我们去做 真正能够放松下来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入睡的那一刻 睡眠作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仅仅能够满足我们的生理需要 也能够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 充足的睡眠能够让我们精神饱满 一天的忙碌和疲惫都可以通过睡眠进行缓冲 充足的睡眠还能够降低很多疾病的发生 心脑血管疾病 老年痴呆症等等都会因为充足的睡眠而延缓出现 想要身体不生病 首先就要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 因为睡眠能够减缓疾病的发生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睡眠会直接决定我们的寿命 医生对于睡眠和人体健康关系 也进行了深入的实验研究 研究表明越是睡得少 起得早的这类人群更容易长寿 想必很多人对于这样的结果 是非常不能理解的 睡得少怎么会让身体更长寿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为什么医生和专家们会这样说 二 睡得少 起得早真的会更长寿吗 睡得少 起得早不是建议大家 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这样 睡得少指的是 我们要在一个正常的睡眠范围之内 如果睡眠时间太长 对于身体也是有危害的 其实我们很多人 对于睡眠是没有正确概念的 有的人特别能睡 每天能够睡十个小时左右 而且白天可能还会来个回笼觉 而有的人却睡眠时间过少 可能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以上这两种都是非常不健康的睡眠习惯 睡得过多会导致记忆力下降 身体会感觉到更加的疲惫和迷糊 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一种情况 当我们睡的时间越长的时候 就会发现月醒不来 这是由于我们大脑休眠期过长 脑内堆积的垃圾毒素过多 血液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流通 就会导致大脑受到刺激 从而诱发心脑血管问题 如果我们长期熬夜 身体得不到好的休息 同样也会让身体变得不健康 很多人经常熬夜到后半夜 然后第二天会直接睡到中午起床 日积月累这种不好的作息习惯 会让身体出现各种疾病 睡得少 起得早指定是不贪睡 能够保证睡眠在八个小时以内 而且不会影响第二天正常起床吃早餐 这类人群更容易长寿 睡得多不能够代表睡得好 睡得少也一定会影响身体健康 只有真正科学优质的睡眠 才能够让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 三 如何保证高质量睡眠 高质量的睡眠对于人体健康十分重要 拥有高质量的睡眠能够让人们精神百倍 真正高质量的睡眠应该是怎样的呢 一 规律作息很重要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 我最近的生物中太烂了 生物中指定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作息问题 有些人一段时间都是十一二点钟入睡 前期还好可是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身心疲惫乏力 因为夜里睡不好 所以白天也没有了精神头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终于被这种生物中折磨的痛苦以后 下定决心想要改变 可是生物中可不是说调整 就马上能够调整过来的 我们的作息已经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整个生活 因为长期熬夜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作息 如果想要改变 可能刚开始的事即便是八点钟躺下 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所以日常当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 保证每天在相同的时间入睡 把睡眠时间控制在八个小时以内 不要过短过过长 这样坚持下来生活作息就会变得特别有规律 而且整个人也是精神饱满的样子 二 睡眠环境很重要 不仅要有健康的睡眠作息时间 而且睡眠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喜欢睡前刷会手机 不仅刷着刷着就过点了 而且睡觉也会捧着手机睡 这个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在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就需要把手机放得远一些 以免电磁波辐射伤害到我们的身体 只有健康安全的睡眠环境 才能够让我们睡得舒适 睡得健康 三 睡前情绪很重要 千万不要小瞧情绪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 特别是马上进入睡眠之前 要调整好情绪再进行入睡 无论是焦虑 悲伤 愤怒等负面情绪 都会给我们的睡眠带来不好的影响 睡前为了保证高质量入睡 可以听些轻快的音乐 看一些高质量的书籍 让紧张压抑的情绪得到释放 然后轻轻松松地进入梦乡当中 高质量的睡眠能够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益处 睡眠确实能够对我们的寿命产生影响 但是睡眠并不是决定睡眠的唯一因素 想要健康长寿 我们要从多个维度入手才行 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 可是任何梦想都是需要付出实际行动才能够得到的 长寿亦是如此 睡眠作为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于寿命也是起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想要长寿 只注重睡眠是不够的 还有几个方面需要我们一起重视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方面能够让身体健康长寿吧 运动作为长寿的良药 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 每天保证适量的运动 能够让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排出 保证血液运行正常 运动的选择性是非常多的 各种不同年龄段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游泳 瑜伽 慢跑 打球 跳操等等 都能够给身体带来不错的收益 除了运动以外 饮食上也要格外注意 现在大部分人喜欢吃外卖 其实如果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最好是少吃外卖 自己在家进行烹饪 我们外面吃的东西 大多都是高油炸高热量的食物 这类食物对于身体只有害处没有益处 如果想要身体健康 就一定要摄入天然的食物 瓜果蔬菜 五穀杂粮 鱼肉等等健康的食物 想要身体长寿 我们就需要及时了解身体的情况 所以日常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不能少 定期检查身体能够清晰地知道身体状态 是否患有慢性疾病或是其他病症 当我们能够足够了解身体状况以后 才能够针对性地进行治疗和改变 小问题及时解决 就能够控制身体出现大问题 健康长寿的密集还是很多的 其实这些都是和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离不开 只有我们从生活细节处入手 才能够让身体实现健康长寿的理想 睡眠占据了我们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 每个人都不能离开睡眠 说到睡眠 人们常常会把它和身体健康联系在一起 睡眠确实是长寿因子 只有睡的科学合理 才能够让身体更加长寿 睡的多或是睡的少对于身体都是有危害的 只有保证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早晨能够正常起来 这才是最健康的状态 希望通过今天大家可以对睡眠有新的认识和了解 千万不要觉得睡眠好 就整天睡个不停 也不要为了一些贪欲而减少睡眠时间 不然生物中可是不好惹的呢 身体长寿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其次饮食生活习惯情绪运动和定期的进行身体检查 这些都不能少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多一些时间享受这人间的美好 只要保证以上这些问题处于规律化的状态 健康长寿就不会离我们太远